好的 主观众 我们就来关心北市立委初选之战 那港湖这边呢 其实北市议员游淑慧 以及这个李燕秀呢 现在也是吵得不可开交 那因为呢 李燕秀呢 他之前呢 就宣称呢 从这个民调来看呢 他是国民党内唯一最有可能打败高家 绿营吸票机高嘉宇的人哦 也就是自己是国民党港湖这边最强的人选 那这个就让游淑慧呢 非常不满意哦 那指出呢 他是看到绿营分化 见烈欣喜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来听一下李燕秀最新的回应 我个人从来不会去猜疑任何人别人的动机哦 我觉得选举就是照自己的步调来走 那每一个有意争取党内提名的立委的候选人 一定都认为自己是最强的 那选举它毕竟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 那我觉得这就是需要靠党有一个公平的初选机制 那我们就用一个公开透明 大家都能够认同的公平的初选机制 来透过那个机制产生出国民党最强的候选人 不要忘记我们真正的敌人 真正的对手是民进党 是高嘉瑜 好了 游淑慧呢 他其实也批评李燕秀说 其实之前在九合一的时候呢 党中央呢曾经有建议李燕秀 不要回国选议员 应该要直攻2024立委 不过当时呢李燕秀呢是以自己党 不是党内最强的候选人来婉拒了 可是现在呢李燕秀又说自己是港湖2024这区 党内最强的候选人 那这样不是说法上的一个矛盾吗 不过李燕秀呢他是否认的 他是强调说 其实经过一阵子的整个团队的一个沉浅之后呢 现在呢他已经有把握 这个团队的战术呢能打出这个年轻跟灵活度 那有把握呢可以打败这个高嘉瑜 那这是以上我们现场最新的情况时间交给棚内 主播